面對室內用餐和聚會活動即將重開 有醫學界人士認為 民眾可以在參與之前 為自己進行個人風險評估 張桂葉報導 從1月31日起 安省的餐廳和酒吧 將以50%的容量限制重新開放 人們將可以再次在室內用餐 厄泰華大學流行病學家 Ray Ward-Denodden表示 幾乎可以肯定重開之後餐館 客人之中一定會有人受感染 並可能據傳播性 到時安省居民決定是否外出的時候 需要考慮個人風險承受能力 不過如果做好防疫措施 將可以大大減低染疫風險 此外 麥馬士達大學傳染病學家 Matthew Millier 指出 雖然接種3劑疫苗之後 住院的風險非常低 但若然真的需要住院的時候 也要考慮醫院是否有能力應付 因此醫院的承受能力 也應該納入個人風險計算的一部分 他之後說 公共衛生信息有時候會令人感到煩厭 但因為要清楚傳達才要說得很直白